苏丹内战已经导致至少有436人死亡 超过1200人受伤 联合国在2号表示 已经有超过43万人逃离了家园 当中超过10万人逃亡到了国外 而苏丹军方派特使前往埃及 与埃及外长讨论苏丹局势 另外俄罗斯国防部2号宣布 已经从苏丹撤离了200多人 包括外交人员和友好国家的公民 内战导致许多人死伤 大批伤者在首都喀同务的医院接受治疗 不过只有部分医院仍然运作 而且医疗药物和仪器有限 使得治疗尽为困难 而苏丹的治安则严重恶化 又平民抱怨身穿军服的武装人员 闯入他们的家园夺取财产 一条视频更拍到多名武装人员 在恩图曼从一间银行搬走 多袋很重的白色物品 而在喀吐木东南部 也有不少人从一间银行分行 偷走一些物资或金钱 另外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估计 4月15号爆发的苏丹内战 已导致33.4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 另有超过10万名难民逃到邻国 包括埃及 扎德 南苏丹 中非共和国和爱塞俄比亚 如果冲突持续 最终可能有超过80万人逃往国外 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2号派一名特使 到埃及首都开罗的外交部大楼 与埃及外长舒凯里会面 商讨苏丹的局势 这名特使感谢埃及政府和人民收容苏丹难民 埃及早前表示 已经有4万名苏丹人进入埃及边境 联合国秘书长苏丹问题特使 佩尔特斯2号表示 包括沙特和美国等调停人员 正在与交战双方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进行讨论 以确定停火协议 目前正准备就停火展开技术层面的谈判 俄罗斯国防部2号表示 已从苏丹撤离了200多人 撤离人员中有俄罗斯外交使团的雇员 他们的家庭成员俄罗斯军人 另外除了俄罗斯公民外 从苏丹撤离的人员中 还包括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 以及几个友好国家的公民 据俄罗斯国防部称 俄军出动了4架伊尔76运输机参与了撤离行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